好,我们谈谈内房 内房又是一个年初不少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叫惊喜 惊吓的情况 因为不少股份 去年大家都看得挺淡的 年初至今其实都弹得挺急 讲内房股 好,跟大家讲讲几则消息 一会儿Thomas就会分析 这几则消息 其实对第一季而言 内房企业的股价走势 有几大影响 我先讲了恒大 他说自己和他们的顾问团队 已经和境外的债权人 展开了积极的对话 呼吁境外的债权人 不要采取任何激进的法律行动 他们已经处理债务问题 昨天传出了 广东省政府就计划 在全国两会之前 即是三月初 将公司境外债务和资产 就和境内的重组分别处理 恒大的股价其实昨天一度 就是早段我们讲节目的时候 就升一成三 不过之后升幅就大为收窄 另外两则就其他公司的消息 世贸用8亿5千万人民币 就卖了广州亚运城2.7%的股权 还有用创1918 就退出了一个上海江苏一带的住宅项目 这些既测消息 其实混合来看 就是说他们很积极地处理自身的问题 其实是 也是问回那个问题 你觉得股价见底了吗? 我自己觉得 应该最坏的时间 也是过了 现阶段来说 就属于一个相管齐下的状况 一方面来说 就是内房企业做一些措施来做一个自救 如何跟债权人谈 或者是透过一些交易的时候 去套现以至可以舒缓了财政压力 另外也都留意到 内地中央政府似乎现在倾向上 都是逐步用一些政策来稳定市场的信心 亦都是令到一些内房企业 融资的渠道方面 似乎开始会增加一些 就是舒缓到那个压力 所以除非内地的方针 忽然间有一个由180度的转变 否则的话 应该接下来只会逐步有一些利好的国际消息出台 是会令到内房企业会有一个回升的状况 是的 那我们就继续观察着那个事态发展 是的 还有看到年初至今 内地有一些上年跌得比较残的 内房企业就有一个比较大反弹 其实物管企业也看到有反弹 其实两者之间你又会怎样取舍呢 我想就要去留意一下 到底你在看那些物管企业 是不是它的母企是内房企业 而那些内房企业 是不是之前相对上来说 都是负面消息比较多一些 这类型的股份 就倾向跟随它的母企的内房企业 都是会有一个挺好的反弹状况 但是如果缺乏内房的背景的时候 都是纯粹看回他们的业务发展 未必会有那么多消息来刺激 可能这类型的股份表现就会比较弱一些 所以去选择一些物管股的时候 可能都要考虑他们的股权结构背景 来选择就会比较适合 是的 投资的时候 因为物管股始终选择都多 是的 大家可以仔细分析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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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